白色汽車車頭全毀停放在路邊 新北市烏來區台九線彩虹橋路段 日前發生不少起車禍意外 在17號又發生一起汽車 致狀山壁事故 當地主人認為是彩虹橋設計 玩到不良 導致車禍頻繁 那個路段是稍微有一點過彎 綜合公務段長表示 當初設計彩虹橋原本是要結彎取直 但礙於災後復建工程有時間限制 無法向當地居民取得土地使用權 現在要實施改道作業恐怕有難度 它後面的地形狀況 因為後面有一些私人土地 而且後面還有一些店家 如果我們把彎道拉直的話 就會去影響到人家的店家 尤其是像魚烤魚那一邊 綜合公務段提到 目前彩虹橋尾端彎道幅度大 但是上坡路段車速相對較慢 因此意外多半是車速過快造成 目前只能先設立速限標誌 提醒民眾減速慢行 避免發生行車意外 記得那麼陸陸新北市屋來採訪報導